23日 女星张希腻在自己微博上创两张B超账 并配文元爸爸的生日礼物来了 而这天正好也是娟红的36岁生日 看来他们夫妻俩这是双喜玲萌啊 小八还发现B超照片中批了一个小租配其图像 据了解二姐遇产期在明年年初 看来这十余一两人将会有个金珠宝宝哦 当天元红也转发了老婆的这条微博 调侃说这礼物随着心意 两人的互动也是超级甜蜜了 网友们还评论 元红说他这就是吐槽宝宝将来随二姐一样爱吗 小八在两人的微博评论里 还看到了不少圈内明星 为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华晨宇和张欣宇关系一直很好 他还评论说自己是宝宝的舅舅 网欧评论张希腻说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送祝福了 让二姐好好安排 李家豪明道等元红好友也都在评论里 祝福了他们夫妻聊 不过热心的网友们在两人大喜的日子 也当然没有忘记元红的好兄弟胡歌了 网友们纷纷评论at胡歌 随他赶紧结婚 当初十六年 元红和张欣宇两人在德国结婚 胡歌还是给元红当伴郎 如今元红都当爸爸了 胡歌还是诞生艺人 难怪他一直被网友们催婚了 小八觉得他们夫妻聊 真的很期待这个宝宝哦 今年元红和二姐还曾参加了一道亲子类综艺节目 萌仔萌萌柴 节目里他们两人作为实习爸妈要照顾四个孩子 真的是非常辛苦呢 而张欣宇更是应该晚日大大连连的形象 但喜欢来非常细心耐心 小八还记得节目中有个宝宝身体不舒服 于是张欣宇整夜守着孩子 半夜孩子不舒服土了 他就在床上用手接住了孩子的嘔吐物 真是忍不住为他点赞 感觉张欣宇和元红以后一定是对负责任的好父母 真的很用心照顾孩子 元红真是有福气 能娶到二姐做老婆呢 最近娱乐圈真是什么时都联在一起 除了张欣宇怀孕 小八发现女星七威也一丝怀上了二胎 七威在22日晚上 在微博上上了张满天晚霞中他自己的剪影照片 照片中他身穿连帽卫衣 相夫很明显的隆起 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 七威看来是怀有小baby了 还说超可爱的lucky是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 其实细致的网友们早就发现 最近七威和李春炫 在微博上晒出的一些照片里 七威都是穿着比较宽松的衣服 七夕 七威在微博晒出自己的照片中 就已经能看他出享富威威隆起了 而且也是一身卫衣搭配平底鞋 前不久他们夫妻两人在在西班牙的合照 也是穿着宽松的裙子 搭配了一双平底鞋 平日里 网友们也会在微博上催七威生二胎 而七威更是早有生二胎的想法 今年四月她也在媒体面前说过自己会生二胎 大家都知道七威的女儿lucky因为长得可爱 性格古灵精怪 而卫生网友们的喜欢 这次网友们都说让七威带生哥跟姐姐一样蒙的宝宝 还给宝宝取名为Happy呢 其实二姐张欣义和七哥七威两人的性格都是外向开朗型 而且最近她们又都花又生日 可以说是很小了 小八在这就祝她们顺利生产 真是期待宝宝的出生呢 宝宝二 宝宝的童谊